《銀河》 賭股這陣子沉寂了很久 你看到在環行區很久了 現在若隱若現似乎到了第二季 如果有記得我講上個月 我說通關對市有益 但是數字未能夠馬上反映出來 但我問到什麼時候 我不是說過嗎 由第二季到第三季就是食股的位置 現在是3月31日 下星期就進入了第二季 到了第二季的時間 賭股似乎要望向沖阻力位 現在的阻力位是56.9 這些比較基本和健康 可以看數據的分析 現在不是很多隻 但是告訴大家 賭股真的進入公佈 告訴大家有數據 有過關 業績做好 一輪的東西可以先彈出來 所以我都覺得 它會趁著這個時候 將股價慢慢提升 我的目標 一向銀河都是高的 有跟開我的朋友 都會知道我一向都喜歡銀河 希望它可以再高一點 我估計上 我自己 希望可以拿到60元恆常 如果你是喜歡一些 長渣少少 或者你覺得 要長渣下去 又不用常常轉換的話 比較中期的股 27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可以告訴你 另外一隻 一定要說到1928 其實1928 跟銀河一樣做得不錯 先上28元 很快就會到 今天都去到27.9 這些位置 而另外你要再等的位置 就是29.5 我自己來看 都覺得 金沙很輕而易舉 應該就可以 搓上去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在賭鼓裡面選擇 這兩隻的話 我覺得比較沉實 但是如果你說 要突然之間 有一個爆炸性的話 金沙可能就滿足到你了 所以這兩隻賭鼓 有的朋友 不用擔心 可以炸住它 沒有的朋友 其實可以告訴大家 你還沒買 你也要準備 因為我自己覺得 踏入了第二季之後 無論是內地的市 香港的市 或是澳門 我講的實體市場 都是會做得更好